能说出来为什么吗 因为她是根本就没有记台词 如果是我们以标准来上 我们肯定不会选她 但我会想为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们要挑战的原剧片段 来 请看大屏幕 本公主只是犯了不适就孤 和口舌两条罪吗 不止 本公主只要看到你和其他女子一起 都会怒火中烧 满怀醋意 等同妒忌 本公主要阿斯过福 但是又没付月言等同道歉 本公主恃宠生 要召唤人家 好难 男人如此偏来 一束不至正等同恶极 本公主与你自己的故事 不要模仿 你的状态 你的气势是在逼她 你要让她坐在那个椅子上 能不能能 能不能 有点难度 在稍后我们会让陈昊老师 给你们搭戏 一对一的进行演出 好 好 学员周静波 来 我们准备好了 三 五 四 三 二 一 开始 本公主只是犯了不识救顾 和口舌两条罪吗 不止 本公主只要看到你和其他女子在一起 都会怒火中烧 满怀醋意 等同妒忌 本公主让阿斯过福 但是又不负月银 等同道歉 你背得这么好吗 其余六年 本公主日夜夜时时刻刻都出饭 而且变本家里毫无回忆 最令人发指的是还以此为乐 是不是啊 驸马 你看到吗 她没有那股气 陈曼兴 加油 有点紧张老师 好 全场安静 有 本公主恃宠生娇 帮忙口出伤人 实属难忍 其余六条 本公主日日夜夜 时时刻刻都在出饭 而且还变本加厉 不知悔改 听到吗 节奏 好 包上恩 本公主只是犯了不识旧姑和口舌两条罪吗 不知 本公主刁蛮 任性 确实很难忍 他弄得怎么样 我告诉你 本公主虽是和你是夫妻 但是就是不愿意给你添枝开意 别说是五年 十年 十五年 你都不想后继友人 本公主只是犯了不识旧姑和口舌两条罪 不知 其余六条 本公主日日夜夜 时时刻刻都在犯 有请胡尹 其余六项罪责 本公主日日夜夜 时时刻刻都有所触犯 并且还以此为乐 下一位 点选您 你以为本公主只是犯了不识 就姑和口舌两条罪吗 我告诉你 不知 本公主只要看见你 许他女子在一起 我都心生度计 我告诉你 本公主现在就是忘词了 什么词 我就而没背 我告诉你 我不给你生孩子 什么都我都不干 你 不行 不行 你这儿 不行 我没背词 谁又不议 嗯 我就昨天 我不背了 我超棒 陈昊老师 就刚才哪一位选手 您觉得能够达到 哪怕有那么一瞬间 让你觉得好棒 确实是刁蛮公主 有没有这样的学员 这是有的 这样啊 陈昊老师 首先刚才辛苦你了 然后你有一个任务 你要选出一位 因为我觉得这是最有感受的 一定要让陈昊老师 选出一位 其他两位我们再商量 这个 这个 是他吗 对 田轩 谢谢老师 能说出来为什么吗 因为他是根本就没有记台词 如果是我们以标准来上 我们肯定不会选他 但我会想为什么 是那种苦 在他里面的 那种苦透过他的眼神 他的心 我感受他的心 而且很精情流露的 对啊 他做得非常好了 真情流露了 你心里的那团火 然后呢 让你的对手演员感觉到了 他是真的生气了 真的有怒火 而不仅是在说台词 你要感谢陈昊老师 我感谢你